今天这天反正也是热 夏天的话几乎没有哪一天是不热的 除非雨着阴雨天下雨 从很多年前 其实从我上学 也许不是我上学 也许只要是从学校一有开始 这种补习班的话 补导班就已经开始有了 不过如今的话 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代这个科学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这种社会上的 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从幼儿到儿童到小学 初中大学乃至到成人 都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各种各样的特长班 满大街现在遍地都是 如今可能干这个也挺发财 但是你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哎呀反正这个东西的话 我感觉能学到的东西 也不是说也不是说学不到东西 肯定能学到东西 就看你学什么了 我感觉 如果只是 有些孩子 反正是那个样 始终是那个样 你再怎么强迫他 再怎么让他上 他还是 他不愿意学 再让他上 他也是达不到那种水平 今天上午给这儿送个电脑 如今反正装电脑的人 现在个人家庭装电脑的人 现在少了 现在主要就是单位企业个人 而且像这种 现在办补习班的越来越多 但是补习班啊 特长班啊 这种地方特别多 他们都需要电脑 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装电脑 给这些地方送电脑的比较多 哎呀 今天一上午 眼看着一上午又快过去 一会儿还得去网吧 给他送一个单用的显示器 今天的天气不错 总之 就是谈谈这个补导班吧 最早其实我上初中的时候 也上过补导班 不过那种 那种补导班 都是学校里边老师个人开来 在外边租了个房子 开了那种补导班 我记得我当时上补导班的时候 老师还挺厉害 那时候一般也是胆小 说不几句我就 流眼的耳朵就哭了 有啥用 现在想想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可笑 怕啥嘞 但是那时候还小 心理素质各方面都 包括现在我这心理素质也不是很好 以前那时候 普通的特长班就是教一些数学英语啊 现在已经拓展到了什么舞蹈班啊 什么钢琴 钢琴呀 舞蹈啊 什么音乐呀 小学生包括那个什么 心算 速算 什么开发 左脑 左脑 右脑 什么 什么情商啊 什么吉他 音乐啊 这种各种各样特长班 特长班 哎 反正 现在的孩子压力都挺大 现在公司同事那个 一会儿给他报这个班来 报那个班来 报一个班就好几百 好几百 甚至上千 一个月工资还开不了多少 所以说就孩子上 教育上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但是的话也不一定会有太好的收获 哎 如今这个社会形式就是这样 你不学让别人学 大叔你落后了 只能让别人瞧不起 哪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机好 然后了哈 以后又出去的话 过得更好 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事与愿违 有些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 但是即便是如此 还是要尽量的去努力 去弥补这一块吧 哎 眼看着我孩子三周了 马上上幼儿园了 总之呢 教育不是问题 钱才是问题 就说到这吧 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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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